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好 余老师的男朋友也在 谁呀 你们的热情感动了我 还有啊 您就搁这儿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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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一喊 我就知道你是谁的观众了 你看看 每一个观众的称呼就代表了你喜欢的演员 是的 你看 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 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 余老师的粉丝喊祖宗 谁说的 没有 都认识吧 中国相儿界主名的相声演员 不敢当 那么我们 我 什么 没听见 没听见你乐什么 你乐代表这是礼貌 但是 真没听见 好几千人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谢谢吧 来到这儿演出 心里非常的高兴 我还是那个 说相声的小学生 我叫郭德纲 客气 谢谢大家 感谢您各位的支持 是 着重的要介绍一下 哎呦不敢当 这次来到长沙呢 赶上还下雨 我一看这个天气啊 你先等 下雨倒也舒服 你先等一会 好 跟您商量点事啊 好的 以后不打算介绍我呀 就别往我这边 比较一下行吗 这不用介绍 都认识 是都熟啊 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 不敢当 姓于明千字麒麟 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鸣 你跟他不一样 我献献呢 他行大 我行二啊 排着儿子吗 我要批评你 要是两个年轻的演员 一个五岁的 一个六岁的 是 站在台上说相声 你是我的儿子 我是你的爸爸 观众会觉得很厌烦 人家不爱听 这个为什么非要用伦理 来找包袱呢 讨厌 这贫了 这个两个孩子不可爱 就是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谁是谁的爸爸 怕什么呢 对 那也不成 什么岁数 这个也得弄清楚了 姓于明千 没有字是吧 对了 现在起名没有字了 也对 你英文名字叫什么呢 英文名字更没有了 你看看 观众 你看看 是有热心观众知道吧 你为什么没有英文名字 不对呀 我怎么就非得有英文名字呢 我小儿子还有英文名字呢 那是你儿子呀 我就没给你起一个吗 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 我凭什么就不给你起一个呀 给你起 显得我偏心的是怎么着 你打算怎么着 起了呗 我小儿子叫 叫安迪 是 这都知道啊 你叫乔治 我怎么叫乔治 你姐姐叫佩奇 我们这姐儿俩还都是社会人 你看 小周佩奇身上闻 掌声送给社会人 没有那么社会 我那小儿子 真叫安迪 这是实话 快四岁了 人出来的时候可舍不得了 是吗 我说你在家听话啊 你从那里说就行吗 这个人就没意思了 爸爸出去演出去了 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还是我呀 非离不开我这边 挺舍不得 你看郭麒麟大了 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他不闲了 这三四岁的孩子是最好玩的了 可人疼 大家听话不许淘气 要有礼貌 说话不许撒谎 这是对的 撒谎长长鼻子呀 怎么还长鼻子呀 木偶匹诺曹 这是个童话故事 一撒谎鼻子就长了吗 先这么跟他说 长大之后再给他讲道理 对 记住了啊 长鼻子就是撒谎 叫不好 叫完他了 过了几天带他去动物园 进门看见大象 他急了 他怎么办了 你不要脸呢 谁呀 撒谎了 说大象 长鼻子了 小孩天真 小孩可爱 看看他再看看咱们很感慨 怎么 我认识余老师的时候 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 这年轻 这一晃半辈子过去了 是 余老师也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 啊 我这一下埋过去了 我这个 不有一句老话吗 土埋 土埋 土埋半截 土埋了半截的人了 可以这么说了 这个人是倒着埋的 哎 好嘛 还不如过眉毛呢 希望您健康长寿 谢谢您 但是岁数大了 跟年轻数没法比 那差着行是 我二十多岁站台上说相声 嗯 不知道累 就是年轻了 真的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跟假的是一样 有体力 哎呀 现在时间长了 腰酸腿疼 就是年龄大 连他媳妇都说我 嗯 我媳妇 就跟你们猜到了似的哈 我媳妇说你什么呀 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 谁说的 这句话干嘛非我媳妇说呀 高峰的媳妇也这么说 是啊 孙岳的媳妇 好多说相上媳妇都这么说 嘿好 人缘那么好 拿镜交朋友了 哎呀 行了 我是十五六岁 到北京去发展 哦 当时很羡慕于老师 羡慕 我们是叫北漂 对 漂在北京嘛 没有固定的工作 是 没有固定的收入 哎 演一段相声 当年是十五块钱 那时候也算不少 馒头一块钱六个嘛 哦 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三百 嗯 当时这个状态 哎 那会羡慕他是因为他在专业的取义团 我有单位 一个月挣八百块钱 那时候就算有钱人了 后来一想人家应该挣八百呀 我怎么就应该挣八百呢 有个成语说的好 怎么说 签八百呢 哎 嗨 哦 签八百就说我应该挣八百 很羡慕他 哦 余老师有钱啊 嗯 戴着一个绿宝石的大戒指 哦 绿宝石啊 叫祖父绿的 哦 祖父绿的 那绿的都不 等会儿吧 嗯 您说错了吧 怎么呢 那是祖母绿的呀 让祖母绿的 那还是祖父绿的 那叫 不那叫祖母 叫正字叫祖母路 哎 反正给绿宝石 是的 胸前还带着一块绿宝石 这多有钱 这么大块 啊 水头都荡漾 这水头怎么还能荡漾 走进了刘神看呢 什么呀 风油精 嗨 哎呀 我带着他倒不着蚊子 我这个 当年他是我们这帮小兄弟的老大哥呀 我就是长几岁 都是我的兄弟 哦 我讲话 顺我者昌 逆我者嫖 你瞧 我把上下游都给拔住 不听话我就诅咒你们 还诅咒呢 组织人揍你们 什么词啊 这是 不行街 不行街是 不行就骂街 这都跟谁学的呀 说我们 但是真疼我们 该疼就得疼啊 吃饭去 人家花钱 那是应该的 喝茶去 人家花钱 老大哥嘛 喝酒去 人家花钱 有钱就给 哪怕去那个地方 也是他花钱 你等会儿去呢 去哪个地方 新华书店 猜错了吧 您管新华书店 叫那个地方 你是不是以为 去图书馆呢 咱就别打哑咪了 行不行 对我们真好啊 是 走 今天带着你们小兄弟一起 去泡温泉 那时候可高消费了 带着我们泡温泉 是 到那之后还泡不了了 怎么呢 锅炉坏了 哦 那是温泉吧 那个 拿锅炉烧水 叫温泉 水是凉的 没法 算了吧 带你们去动物园玩吧 随便去哪都行 带着我们到动物园 一进动物园 看见大象 余老师急了 我说什么 你不要脸呢 你撒谎了 行了行了 我爸爸告诉我了 没有啊 生我养我的亲生父亲 行了行了 我非得砸死了 这关系是怎么的 哎 怎么了这是 可爱啊 每天看他这么花钱 后来我觉得 心里过意不去 哦哦 我说余老师 嗯 我也不知道您家里边 祖上 是崔玉贵啊 还是安德海 凭什么呀 还是李莲英 非得是仨太监 您家有钱 不能这么花 您的意思是 做个生意 干点什么 我劝我干正事 否则话 是一座金山 也有花光的时候 坐之山空吗 当然 嗯 我这是皇上不及 太上皇及 嗯 这叫什么话呢 皇上不及 太监及 对 皇上不及 太监及 对了 他父亲 就坐在旁边 啊 老头点点头 是 德纲说的对 哦 同意 你是应该 干点什么了 哦 当然 嗯 我这是皇上不及 太监及 可以 他搁他身上了 这句话 余老师想了又想 决定 啊 要创业做生意 我要做什么生意呢 他准备弄一个文化公司 自己拍电影 哎呦 这上来就拍电影啊 其实好多人是反对的 哦 不同意 你说相声 你拍电影 你这是外行啊 你不懂啊 余老师说了 我这叫跨界 有这么这个词 跨界营销才挣钱呢 能挣钱吗 过去有句老话 说的是 隔行不取利 有 但现在是隔行才取利呢 就取隔行的利 也对 怎么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是卖糖的 什么糖 红糖 白糖 冰糖 砂糖 哦 是糖就卖 哦 卖糖 发了财了 是 后来就跨界营销了 卖什么了呢 卖胰岛素 这也是之前缺了得了 这可能 最近差点让一帮糖尿病患者给打死 好家伙 这灌人糖来了 跨界营销 余老师说做就做 我能做好吧 但是一上来得先找一个剧本 拍戏一剧之本必须好 哎 巧了 余老师有一个好哥们 就是一个大编剧 还大编剧 学历很高 他是什么学历 马小毕业 做我马辣小龙虾的 你说那是夜宵 不 马小是 马省理工附属小学 嗨 人那有附属小学吗 写过很多的作品 还有作品 最出名的是一个专题纪录片 叫什么名字 舌尖上的足疗 多恶心的这名字 这戏写的 咸丝丝 那就是该洗了 那就是 他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电影 名字是 罗米欧与罗米欧 俩罗米欧 叫什么 罗米欧与朱丽叶 罗米欧与伽利略 谁啊 罗米欧与朱英台 不对 罗米欧与小白菜 不说 罗米欧这娘们 逮谁跟谁啊 哎好嘛 太乱了这个 他写过一个古装题材 古装题材的名字 比岳王勾剑的宝剑 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 说明天剑 这听着就那么剑 这个 这次一听说 余老师要拍戏了 开心坏了 高兴了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 文艺题材的电影 文艺题材啊 名字就很吸引人 叫什么呀 不是所有的虫子 都能变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 哎呀 哎呀 不这名字 这后半截太水了 这个 余老师感动坏了 是吗 太好了 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 这个戏是不是照着我写的 我就是他娘的蛆呀 这怎么意思 决定了 就拍你的这个故事 用这本子了 一说用这本子 编剧开心了 把这一坨剧本就拿出来 一坨剧本干嘛 一罗剧本 一罗剧本就拿出来了 编剧说 您放心 只要你拍我的这个戏 我保证它会是 史上最好的电影 史上最好 那就说这事成型了 是吧 有 这刚明白 这一大罗剧本 一罗一罗 没有那么罗的 这一罗剧本是纸 行了 有剧本了 需要找一个导演 导演必须 导演是一个跨界的典范 又是跨界的 最早是一个律师 后来由于业务太出众 对同行记恨 所以不让他做律师了 业务出众应该让人做 太出众了 怎么个出众法呢 有的案子可能要判半年 有的一年半 有的要判两年 严重了 只要到他手里边 罪刺是死怀 好嘛 他往死了个人判 有好几个 马路上随地吐痰的 过马路不等红绿灯的 然后他经过辩护 在法庭上就枪毙了 好家伙 这位整个一刽子手 双手沾满了客户的鲜血 哎呀 那是别干了 所以那个行不让他做了 别做了 改行了 干什么了 做微商 做微商行吗 三天挣了75万 你看人才还是人才 做得好 竟卖假货呀 假货还挣75万 卖假货人家把腿砸折了 保险公司赔75万 这跟微商有什么关系 请他来做导演 他行 最重要的是 需要找一个投资方 有钱才能拍戏呢 没钱怎么干活 就说是 认识了一个大财主 有钱人 太有钱了 这叫金主 古玩店就开了八家 这个了不起的 古玩店 你要说饭馆 开个十家二十家的 不新鲜 那是 古玩店称八家 这厉害了 古玩两元店 古玩还有两元店 一进门啊 给你一个塑料的盆 你就往里边放 临走结账 两块钱一件 但这个盆不能拿走 怎么这盆呢 盆十块 好 他这古玩还不如塑料盆呢 人家说了 我开古玩店是闹着玩 怎么着 电影是我的专业 还专业是电影 我本身是一个电影艺术中心的副新长 我都头回听说这职位啊 你看 副新长 你看 艺术中心副新长 长沙的沙长 湖南的南长 南长就别长了 南长也得长 这没听说过 这个你到我艺术中心来一趟吧 见个面 于老去了 一进门副新长等着呢 是吗 签来了 来了 拖吧 干嘛这个 拍电影还没拍呢 就潜规则了 你这 就想好事 这叫好事吗 人家那儿有一池子 池子是 池子有水 水流鱼 这干嘛呀 都这么大的鱼 脱了鞋脱了袜子 泡脚鱼吃脚上的死皮 哦 他就有这个 嘿嘿 对 俩人泡着脚 哦 你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我这问一问 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 行了 不用介绍 哎呀 副新长感动得跟王八蛋似的 对 那就是王八蛋 哎呀 太好了 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 对了 这个戏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吗 哎 别跟我抢啊 耳屈相争必有益上 谁跟他争了 好 我同意给你投资了 这就给钱 擦擦脚 穿鞋穿袜子 咱们吃饭庆祝一下 你看看 就在旁边这 开了一瓶红酒 俩人吃饭 一大盘子菜 放在正当中 什么菜呢 红烧小鱼 嘿 闲丝丝丝 哎呀 不要往下再说了 谈谈正事 吃饱了 喝足了 投资也谈定了 哦 钱说咱们再泡泡脚吧 是啊 父亲长说泡脚可以 嗯 鱼可没有了 啊 那鱼呢 咱俩都吃了 哎呀 我一猜就是 现在需要就再找两个演员了 哦 这个 男一号和女一号 这可以 找了一个女演员 找到这怎么样 很一般 呦 怎么一般呢 是一个模特 哎 模特最起码是漂亮 车模 你看车模更漂亮了 叉车车模 叉车要什么车模啊 还 叉车的车模 长得好看 一般 反正这个 腿差点 怎么差点 螺圈腿 哦 这个倒不碍事 啊 服装在板形上设计一下 它能褶过去 不好褶 怎么呢 要穿个旗袍 腿在外头 哼 哎呀 这坐汽油桶上了 这是 背着个发动机 就是一辆多轮车 好家伙 这么厉害 这个脸长得 还行 好看 要是整容器 花两块钱就够 那就不用怎么整 一块钱坐大公交车 到那代步说弄不了 一块钱再回来 哎 好嘛 那就是没有什么整的必要 嗯 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 她呢 看起来很好笑 哎呀 哎呀 诗布怎么样啊 这个 于老师很爱啊 我还喜欢 就是她 我这就定了 就是 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 哎 行 我也是收藏家 那是 待会让她背着我出去跑一圈 行 别弄着 哎 男演员得找个好点了 对了 互相折一折吧 找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 哈 韩风 我懂这时性时尚的 这个 这个韩国的演员姓朴 你知道这个姓就不太好 哎 这有人笑我 我得批评你呢 你不能想的那么窝窝绰绰的 什么词啊 对吧 人家这个 你到了韩国人 姓金啊 姓朴 很正常大姓 这倒是 就是一个普通的姓氏 姓 姓朴 哦 叫什么呀 不成 哎 你看这两个字一加上 这名就显得很正直了 哎 可以 有人跟他说了 你一定要在中国发展的话 就得改个名字 怎么必须改呢 你这个信容易引起误会 这倒是 随便改一个 赵贤森李挑一个 你这起个中国名吗 他说那我姓钱吧 哎 钱倒是听着富贵 哎 改姓钱 哦 叫什么呢 不够 钱不够 我说怎么嫖不成呢 你这样 这谁给他出的主意起 你是一个秧脏的人 什么秧脏 嗯 这个人 在韩国有影响 有名 他拿过奖 拿过什么奖 韩国有一个金烧鸡电影奖 哎呦 做熟了拿走的 哎 闲丝丝 哎 行了 闲丝丝 但是挑剧本挑的很厉害 这是严谨啊 差一点的剧本 差一点的戏 不拍 宁可不挣这钱 11岁出道 闲了38年了 哎 好嘛 一个都没拍 喝着 竟呆着了 那是人挑他呢 天天跟家里边喝酒 怎么还喝酒 早晨一起床 放那一箱啤酒 哦 一箱啤酒多少瓶 大箱是24瓶 这24瓶啤酒喝完了 这一天就混过去了 这酒腻子 就是 清晨起来 一箱啤酒往上一放 一数24瓶 哦 刚要喝 是 于老师电话来了 哦 一说请着拍戏很开心 高兴 啊 吉林大米 比黑龙江大米大四米大 哎 这什么乱七八糟 说什么呢这是 吉林的大米啊 比黑龙江的大米啊 大四个米那么大 哎呀 这谁听得懂啊 这 废话 我可得会呀 太开心了 哦 高兴了 一下没站住 哦 怎么了 坐在啤酒箱子上 差点摔着 站起来再一看 剩23瓶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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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怎么喝都是喝 大瓶的 哎呀 就别说这个儿是大小了 还没开盖呢 就别细研究了 赶紧送到医院去 大夫吓一跳 害怕了 好家伙 您这都伤了扁条线了 好家伙 这瓶是不小这个 演不了了 得 怎么办呢 于老说 我自己演 对 我也能演啊 花钱捧自己啊 这钱花得也值啊 导演不同意 他凭什么呀 哎呀 你脸上有皱纹 那岁数问题 你这个年龄 跟我想象中的 那个男演员 在年龄上 差一个星期 哎 这导演 这导演要求也太严谨了嘛 强迫症 就这么细致 那没办法了 给于老师送到美容院 往脸上打一泡尿 打一泡尿 没听说过 周文就开了 谁 谁的美容去打一泡尿 你看你 打姑娘们都是 不是 那姑娘打 您能理解错了啊 那打一针 叫玻尿酸 往脸上泼尿着啊 泼尿干嘛 玻尿酸 那泡尿是酸的 哟 你喝辣 谁喝那玩意儿 那你没喝 你怎么知道酸的呢 不是 山西人的尿是吧 你怎么琢磨的你这是 湖南人的辣 我没听说 别 四川人的麻 行了 行 你看 太恶心了 我跟你说 那针 那针的名字 真喝了 名字 名字喝的 我非喝这泡尿 行了 反正脸上是平整了 就是 行嘞 拍戏 这开机了 太棒了 大型文艺题材电影 嘿 不是所有的虫子 都能变成蝴蝶衣服 有的是咱俩俱 行了 行了 小电影院这个 光这名字放不开 名太长了 那两块屏幕 才能知道什么戏 好嘛 知道吗 这个故事是一个 古代的爱情题材 这还爱情 王子爱上了公主 我就喜欢这题材 你看 那个车膜扮演的是公主 行 我忍了 车轮公主 什么这名字 你扮演的就是王子 我演男一号 王子的名字叫 嘟咕咕嘟咕噜嘟咕噜嘟子 这个不要在台词里展现了 太难说了 是吧 头一场戏就是隔着一座山 王子呼唤公主 我叫他 各部门注意 开始了 预备 开始了 于老说台词 我说 苍天呐 大地呀 老少娘们们 娘们呢 老少爷们们 有爷们就就有娘们啊 好 这全来了 我是王子 我的名字叫 嘟咕咕嘟咕噜嘟嘟子 这台词要何钱了 亲爱的公主 你快出来不 她出来没有 花音刚落公主 打山那边过来了 真给面 她可不是走着走 她怎么着 骑着大象呢 多有风多 一看大象王子急了 我说什么呀 你不要脸哪 怎么又来了 我看大象王子 谢谢大家